在整個嘉義線的農產品的行銷上 那我們就創立嘉義優先這個品牌 那這個品牌就是要幫嘉義線的農產品 穿一件衣服 讓消費者都能夠看到 哇 這是嘉義的農產品 有品牌就有責任 我們從食安的檢驗 包括設立標準 在這樣的標準底下 我們才給你嘉義優先 這樣的一個品牌的貼紙給你認證 我們一個小漁民 要做Cura 還要行銷 真的不簡單 縣服這個嘉義優先 帶我們出去到其他的市集去擺攤 讓消費者能夠看到我們的東西 我們就有再繼續向前做 向前衝的動力了 這張五十米已經種 一年八九月了 我們的三葵醬是跟線膜的一樣 就是會有纖維的顆粒 所以客人可以很安心的使用 如果真的只靠我們的話 我們真的很難做出品牌 那嘉義優先給了我們一個很大的歸屬感 像我們這樣的小農有更多的機會 在不同的管道去賣我們的生產的水果這樣 不管是在網路的電商平台 或者是在電視 或者是到跟台北的超市合作 或者到國道去做專櫃的設立 或者到教會都市裡面直接去擺攤 或者在縣政府前面加油好市集 我們希望透過這種多元網絡的關係 直接跟消費者對話 很高興能夠跟嘉義縣政府的合作 販賣嘉義縣出產的 非常優質裡面的農產品 印象最深刻的呢 就是這個嘉義激光的那個哈密光 真的非常的爽脆好吃 這個品牌變成未來嘉義縣政府 跟所有的消費者 直接對話的密碼 那我想這對嘉義的農產品 未來的銷路跟未來的發展 絕對是非常好的 新嘉義最愛最好